曾被批評為爛尾樓的北溢中心 這個蓋了十年的士林巨球 千壺萬壞總算要開張 我跟你講這個興建過程非常痛苦 你們都不曉得 中間還常常倒閉 這是一個很困難的建築物 過程非常艱辛 不過是這樣 上天保佑不能免俗 祈福希望一切平安順利 然後開張大吉 連凡事講求科學的柯文哲 都祈求老天保佑 士林北溢中心 3月11號到5月15期間試營運 第一場演出找來嘉義的軟劇團 還特別安排找神明 一起來看戲 以前只看到外面一顆大球 內部長怎樣 外界敲碗敲很久 包括球劇場 大劇院跟藍盒子 三大劇場 大約有3100個觀眾席 試營運期間更推出58場表演活動 我認為只要解封以後 你知道嗎 會很多觀光客來 但最重要的是 也希望說這個好的建 硬體你知道嗎 可以把整個台灣的表演藝術搭上來 也想跟國家兩廳院來PK 能不能順利帶動觀光人潮 吸引前潮 大家很期待 畢竟籌備了10年 也期待能蹲得越低 跳得越高 TVBS新聞綜合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 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 開啟小鈴鐺 開啟小鈴鐺